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崔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您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好消息 我们的节目在YouTube的第一位人数 破10万 而且直奔11万 真心感谢大家支持 很多朋友想要 希望我们的节目 增加播出的次数 或者是延长节目的时间 我个人 OK 没问题 我们就看我们的电视台 如何做通盘的规划考量了 那我也知道很多观众朋友 会透过脸书 在台湾或者是海外跟我互动 我也知道 对岸很多朋友看我们的节目 所以就在破10万的晚上呢 我特别去开通了一个 微博账号 想要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贴了四张照片 发了一篇文 文章内容就是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永康 结果这个账号 隔天中午就被封掉了 那网友转告我 说他们去跟客服了解 说我的账号遭到多人举报 所以被封掉了 我想应该是那四张照片 太帅了 帅到具有危险性 所以就被封掉了 没关系 下次有机会 我再试试看 希望能够开通 跟对岸的朋友继续 做一些沟通聊天 总之我们的节目下面 您的留言 我都看得见 来这个礼拜的话题 有很多都是后续的发展 但是峰回路转 这个曲折的剧情 有人说比连续剧 更加难以掺透 包括像是美洲贸易战 香港反送中 美台军售案 日韩翻脸 美国干瞪眼 还有美国想要在亚洲 部署飞弹 这些话题 我们请到三位来宾 为大家好好分析 为您提出 包括了民进党地委 郭正亮 大家好 前立法委员 雷倩 以及陆委会前副主委 现在是淡江大学 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 教授黄介正 大家好 我们就先问一下大家 您的意见如何 这个圈材牌有点难举 因为剧情在一个礼拜之内 波动太大了 在你举圈材牌之前 我先做个前情摘要 因为上个礼拜 我们节目讨论完之后 立刻发生了很多 在美中之间贸易的话题 包括了 华为它的禁令 要延展90天 延展90天之后 是一个往好的方向发展 然后隔两天 又一个消息传出 说白宫考虑 要取消对于之前 中国大陆加税的 所有相关关税 因为美国有可能 陷入金预衰退 所以关税都要取消 到这一天为止 我记得大概是 礼拜三左右吧 很多朋友就觉得说 美中贸易战 既然现在白宫方面 有一个阶梯台阶可下 可能大陆方面 也就可能会稍微 就双方9月份 可以谈的几率增加很多 但是就这么快 风云变色就在周五 周五大陆对于美国 750亿元的所有的产品 加征关税 而且9月1号就要即可实施 这一加下去 你看看 马上美股暴跌 重挫 623点 而且川普是连续发了 好几条推文 非常生气 甚至还把习近平 讲成是 anemy 是敌人 等一下我把推特 截录给大家看 所以我先请到三位来宾 你认为这个礼拜 这样如此戏剧化的发展 9月份 北京华府 贸易重启谈判 还要谈吗 有没有可能再谈 还要谈吗 你觉得说会不会有结果吧 不是会不会有结果 应该不可能会有结果 但是还会不会谈 还会不会谈 会不会谈的时间往后演 所以意见分歧 我先请教一下 雷歉委员 你怎么会觉得 yes or no 讲yes的原因 是因为9月很长 因为现在事情 都是一系变化 所以说 如果说整个9月中间 有没有可能谈 那还是有可能 但是no就是说 原先预定设定的议题 跟原先期待的进度 显然是不会达成 好 非常简洁 我们就一个一个 把它剖开来慢慢聊好了 因为这次大陆 对于美国加征的 750亿的美国商品 进口到大陆要加税 仔细去看的话 内容主要是包括了 大豆 包括了 农须木的产品 还有包括了 汽车跟相关的零件 这些生产的 汽车和零件是12月15日 对 这些主要生产的州 美国中西部 还有包括了 Michigan Detroit 这些地方 都是川普的 最主要的票区 所以大陆在切割 要打痛处 是打得非常精准 我以为你来看 针对对于川普的 铁票区来打吧 我看央视新闻 他直接写社论 就是说精准打击 精准打击 他就直接这样写 那其实这个应该是在预期中 因为本来 没有说美国有似乎善意 就是说 大概有将近一半以上一点点 延后到12月15号 可是9月1号就要起征 那个大概1500亿左右 那 中国商务部本来就提出对等立场 所以你起征多少我就奉陪 所以这个动作本来就是预期中的 那我不预期的是川普怎么会弃成这样 OK 因为就是说你加了我 9月1号就要起征的部分 他本来预期说我这个已经算给你一点面子了 可是问题是你加了嘛 你加了那 中国的立场就是说他要奉陪到底 所以怎么可能不在9月1号之前有动作吗 而且他也是精算 他也有分成两个阶段 两个时间 9月的下一月 川普在升级就说你怎么真的敢给我奉陪到底 大概是这意思 那当然川普就 又飙了嘛 各加5% 对不对 那谁是那个2000亿居然可以加到30% 我们本来 想象中25%大概到顶了 那如果照NAVARRO的讲法是可以陆续交到45% 所以等于那个顶还很久这样 所以当然这个 他这个加5%之后当然你就又联想到说那北京怎么办 北京是又要再奉陪 所以才会传出嘛说 不可靠实体清单 已经在原理中 可是这一次真的就是真的考验北京了啦 我说实在话比如说 最明显的标的是F16V嘛 F16V的引擎是旗翼电子做的 那旗翼电子在中国的规模非常大 这不是联邦快递啊 不要搞错了 联邦快递 全球 在中国只有2%的市场 在中国的市场只有占2% 旗翼电子在中国聘雇的人 是12,300人 而且 45个部门通通都有 那你敢不敢列 我是举例啦 所以说 如果说这个你不列 你要列什么 比如说你要列联邦快递吗 那个就是 小苍蝇一只 所以当然大家就进一步观察啦 就说川普弃成这样之后 那当然川普又讲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话啦 他说 我命令 生产链都要给我移回美国 美国界要退出中国大陆 这个不可思议 有人说命令这次 有点像是当年的皇帝一样啊 皇帝 那个 奉天成谕皇帝照约 下令必须要出 当天华尔街日报就直接写受论 就批川普啊 他说怎么可能生产链在短期内移出中国 根本做不到 我给你点出一个点 接下来的考验呢 即便是大陆方面抛出了 对美国的产品要增加750亿 不过接下来的考验反而在中国大陆这一方 因为牵扯到 美国企业在中国大陆整个的布局跟雇员 对不对 除非你是要用 非关税手段啦 或者是非 比如说那个他讲的私底清单这种手段 比如说是鼓动我抵制消费啊 像韩国搞日本那一种 用民族主义式的 减少消费啊 或者制造非关税障碍啊 这个当然也是可以做得到啦 我们来看这个礼拜为什么会有 我特别讲说是戏剧性的发展 除了 加关税之外 我们要特别观察另外一点就是 习近平跟川普两个人之间 他们的关系 因为之前不管 川普有多气 或者是对于大陆放话有多 他对于习近平主席呢 他还是始终用 body friend 这种 方式来称呼习近平 这一次呢 他直接讲到 因为他要顺便 呛一下美国的联准会 他就特别呛 到底 哪一个是bigger enemy 到底是 鲍尔还是 习近平 所以也把习近平列成是像 anemy一般 这个我就要请教 这句话的意思是两个都是anemy 两个都是anemy 但谁比较大 所以他是把习近平也列成是anemy的意思嘛 所以 黄教授 川普第一次把习近平用 敌人 来称呼 您是战略所的教授 这整个战略的思维是否已经就是批变 我觉得还好 还好 还好 为什么 因为其实 其实川普 真的很弃习近平 但是 他也非常非常弃 Fed 因为联准会有很多 是 不一定会 推出一个政策 让川普在 他的民调上或支持度上面或者是他 认为他在前线打仗 跟北京在对局 我讲的对局不是真的贸易战杀到血流成河 而是在比气势 在比讲狠话的时候 Fed 非常非常稳定的 一直在走自己的道路 他并没有那么认真的去配合 川普想要的政治效果跟 北京 对局中间 所需要的政治效果 Fed 就是联准会并没有配合 所以我自己 就我理解来讲 其实 他讲这句话 其实是要骂Powell 骂得很重 但是我要请教一下教授 因为 您做过陆委会的副主委 所以对岸的官员讲话 当时的场合 或者是发言的地点 都会有一些 特别的意义在当中 对不对 有些有 有些有 那我就请教你这一次了 因为习近平是在参拜完甘肃的 西路军 纪念馆之后 随即就发布了 对美方 加税 在这地方发言 你觉得薛之兴的意义在哪 就是 即使是打殲灭战 我们最后还是会 获得最后的胜利 死里也会获胜 对 因为其实 西路军那个时候 是非常艰苦的 而且在中国大陆上面 一直到 邓小平 开始才慢慢频繁 就是对于他的解读 事实上他牵涉到 一些早期共产党 争夺领导权的时候 张国焘跟毛 毛泽东或是所谓党中央 中间一些权力斗争 所以 对于这个事实 就是军事失败的事实 互相在丢 丢包袱或者是指责对方 那么邓小平以后当然就慢慢开始频繁 习近平现在 习近平上一次就是特地跑去看稀土的 生产的工厂来传达一个政治讯息 那现在他跑到甘肃去 那么在河溪走廊 讲说当时西路军 那个 在那么坚苦的情况 但获得 最后的胜利 对可是我看啊 以我 自己研究中国大陆问题来看 其实这个也是两面刃 你传达什么讯息 一个讯息就是我艰苦卓绝 我即使牺牲再大 我最后还是会获得胜利 这是一种解读 另外一种解读你要去看 那个西路军的争议 争议在哪里 争议在中央决策错误啊 中央党军委的指挥 出现问题 他是分两路嘛 对分两路 所以你在用兵上面你战略上 是为什么会牺牲这么惨烈 战略上也有失误 所以在我来看如果我写一篇那个专栏的话 我会两篇各打 50大板 我显然他是会看到前面 你刚刚讲的前一段的一个类数了 不过雷切莉 我跟你请教 华为已经放官90天了 然后本来白宫传出 但没有证实 就是可能 对于关税的部分 会有部分取消 这个实际点在9月1号 本來雙方還要再談的情況之下 大陸這個實體點就拋出來了 751 你覺得是在大陸考量方面有 看到川普亂了方寸 乘勝追擊的味道嗎 我覺得川普一點也沒有亂方寸 沒有 大家覺得他瘋狂 可是大家仔細去看的話 川普這個人 他的戰略目標明確 手段瘋狂 就是他的手段看起來很瘋狂 目的是要置敵基先 創造他的有利環境 但是他的戰略目標非常明確 打華為為什麼 為什麼抓孟晚舟 5G不能輸 對不對 川普說我們must win 然後突然間跑去買格林蘭 為什麼 因為西土跟北冰洋 是他的戰略目標 所以說他很多東西 就是大家看起來覺得是個狂人 為什麼東戳一個西戳一個 因為川普所要做的新單邊主義 就是美國優先 而且只有美國利益的 這個新單邊主義 必須要打破既有秩序 所以他一直不斷的 在他的既有的戰略的長期目標底下 做一些瘋狂的手段來打破這些談判的態勢 所以你說9月1號之前 為什麼中國要祭出750億 非做不可 因為戰爭是長的 戰略是 戰役是短的 你不能說因為你的長的戰爭要慢慢打 你就不能夠在短的戰役中間 試圖做一定的平衡 別人求打來了 求來就打 這是一定要回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我覺得我們很多人就覺得說 川普是個狂人 你仔細去看的話 他從來沒有偏離過美國唯一主義 就是美國單面主義 美國優先主義都可以 是美國唯一 然後他這個美國唯一的主義中間很多瘋狂的做法 甚至包括他跟金三胖的做法 都看起來非常的反傳統 不正常 但是因為他的瘋狂就打破了一些約定俗成的既有秩序 所以這第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我們真的要仔細去看 在他做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的時候 華為為什麼要放90天 因為Android Base的那些中小型的系統 是美國比較鄉下地區人賴以通訊的系統 所以為了美國利益 他必須要讓華為的供應的那些對象 那些運營商跟那些現在的使用者 能夠繼續有東西可以用 而且短期之間你也不可能退換 或者替換的情況之下 你必須要讓那些人不會突然間成為沒有手機 沒有無線通訊的一些地區 所以他必須要做這個事情 但他同時反過來就增加了關稅 更強硬的對你說話 告訴你說 我不是那麼簡單 我在過程中間 我有他其他的大的戰略 更重要的時候 是最近一段時候的殖利率的倒掛 他講完了下令美氣移出中國以後 華爾街的大扁 再再地告訴大家說 美國的經濟不是你說的那個樣子 不是說中美貿易大戰只有中方輸 他一直不斷的用他的代理人 代言人說 所有的成本都是中方在付 所有的代價都在中國那一方 可是你殖利率倒掛以後 他為什麼對Paul說他是 到底是不是更大的敵人 就是他希望他們利用 那個降息的方式 來幫助他增加美國談判的態勢 可是這點我要跟我兩邊左右兩邊的 這個同道說 經濟理性就是不能完全 政治正確 政治有政治正確 再加一次經濟理 再加一次經濟理性 因為假定說Paul他只管政治正確 那當然聽總統的 聽總統的話是政治正確的 可是他是FED的主席 他必須要撫印一個經濟理性 他如果只管政治正確 去聽了總統說這些事情 整個的經濟和金融不會聽他的 那我就可以繼續來追問一個問題 因為雷仙姐也在金融界服務過 金融界而且是國際的金融機構 像包括這個殖利率倒掛 就是經濟理性在這邊動 但是每一個人 耶倫也好 Paul也都說了 這個可能不是平常的 就是recession的領先指標 他有其他的因素 當然就是中美的貨幣戰爭嘛 好 那我想進一步跟您請教 就是根據在國際金融機構服務的經驗 你是一個跨國的美國企業的CEO 聽到了總統說 全部要撤中國 你的戰略思考會有什麼樣的轉變 華爾街已經立刻說了 他們每個人都drop 所有的價錢 所有的股價通通跌 我覺得我們最好的例子就是Tesla Tesla明年呢 要在中國大陸做GIGA Factory 3 就是做他的第三代車 為什麼他要去做這個事情 第一 他在所有的原物料進口的方面 他會得到一定的優惠 第二 他的製造成本會下降 甚至比在美國製造成本 低40到55 甚至有人說低70% 第三呢 他在中國大陸製造的汽車 在中國市場販售的話 可以得到最惠國的 這個關稅的優惠 只有15% 而不是美國製造 在進口到中國的40% 所以他這樣做 就是說他把一個工廠放在中國 那麼當然除了Tesla還有別的公司 那麼所有想要跟中國大陸做生意的那些 主要的終端製造商 基本上都在中國大陸開始做布局 的目的就是這三個 第一個就是我的製造成本下降 第二 我的關稅的負擔下降 第三呢 我可以有效的去接觸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 這三件事情是特朗普可以幫他們替代的嗎 川普今天下令了以後 美國拿什麼來取代中國市場 拿什麼來取代中國為核心的供應鏈 那這就是經濟理性 他不是政治正確可以主導的 所以華爾街的人 當然是經濟理性了 川普下的令 一個是FED要聽他的 但FED不聽他的 對於美國企業下令 美國企業如果經濟正確的話 也當然不會聽川普的 所以委員再跟你請教一下 你覺得9月份的聯準會會降息嗎 沒有 我認為會降 可是降多少 因為川普希望降四碼 100BP 這簡直嚇死人了 1%啊 嚇死人了 這簡直嚇死人了 我認為比較期待 合理期待的是一到兩碼 可是我覺得他還是會賣面 這一波大陸加稅751 美國會加速進入衰退期嗎 沒有 他本來就是想用降息來衝銷 加稅的衝擊嘛 那聯準會就是不按他的節奏嘛 那美國投行是放謊話 說剛會降到零算 不過我要補充一下 那個經濟的部分 我是同意雷倩的啦 政治 政治川普的那個 那個目標是確實有正當性的 他站在他的那個獨霸政權 可是政治的手段如果混亂 或者邏輯混亂 互相矛盾 你的目標一個都打不成 這個就是川普現在面對的問題 所以他的終極戰略他的腦袋是清楚 但他的方式就是瘋狂 你的手段就是亂七八糟嘛 比如說日本韓國也變成這樣 這是金玉戰 然後你應該要拉攏印度來打中國 結果印度現在也在搞克什米爾 然後比如說你去惹丹麥吧 那沒有錯啦 北平洋西土都滿重要的 丹麥就不會答應你嘛 那歐盟也覺得你莫名其妙 那現在歐盟已經要擬出激進的 這個說要反制美國的計劃 所以我就沒有看到他有一個朋友 是真的跟他一起來完成這個終極目標 我沒有看到 他終極目標裡面沒有別人嘛 沒有別人 就是美國獨一 那你就必須 台灣這次的軍購加起來 一百億美金也算是朋友了吧 那你就必須建立在你的資源夠 那你的手段之間還有一定的合理性 那我覺得他整個都亂掉 而且他資源不夠嘛 我們回來繼續討論這個話題 包括我們拿系列出來 這一次美中雙方各自把關稅拉高了 到底是哪些產業類別 對彼此到底是誰傷得比較重 馬上回來 在大陸方面宣布要加征美國的產品 750億元的關稅之後呢 美方也立刻做出了一個回擊 這回擊速度之快就在一天之內 列出了相關的清單以外 也把上一波2000億大陸輸美國的產品 從25%的關稅拉高到了30% 這次上一段我們剛剛郭委員特別提到 25應該覺得是天花板了 居然還可以拉到30 哪些類別最嚴重呢 列出了這10大產業類別 是之前就已經是25%關稅的 那現在呢看起來要到30%的情況之下 傷得多嚴重 這是來自於大陸的電信 電路板 處理器 金屬家具 電腦零組件 木製家具 整流器 塑膠地板 木椅 汽車零件組 這是大陸的產品輸美國 接下來要拉到30% 那大陸方面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 750億的美金當中 大部分的產品是一些農序產品 還有包括了大豆以及美國的汽車跟零件 這是比較晚一點到12月份才提升 好 那我現在就請教一下 產業類別差蠻多的 但是就總體經濟來講都加稅 那哪一方會對於總體經濟的年成長率 上下會比較大一點 在美國這一方是現在逐漸看到 它的第二跟第三層的後果 第一層的後果當然就是消費物價 消費者要付出的消費價格 那這個大概計算起來 就是平均一個四口之家 一年可能會多七八百元 這是最高的impact 其實是分散在全美國 所以在這一個階段就是特朗普 特朗普他一直說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而且說這個是出口價格 就是由這個出口的人就去承擔 這個價格的修正 可是你現在仔細去看 真正影響全世界的第一個是 轉單效應 就是他原先預期增加關稅的 這些項目 其實他的很多的貿易的單 已經消失或者是扭轉了 所以他在告訴美國人說 我可以增加這麼多的關稅 來平衡我可能產生的問題的時候 他增加這個關稅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很多的單不是轉到了別的地方 就是由別的國家取代 那轉到別的地方 還有一個更大的風險是 你就養大了其他市場 跟其他經濟體中間的 雙邊跟多邊的貿易 而不是以美國為核心的一個貿易 所以這是它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馬上就會發生的問題 在他光去關稅這個貿易戰中間 沒有討論的 就是企業獲利 Corp profit 那這就是經濟學家 從第一秒鐘就一直跟他說 你要考慮美國公司的企業獲利 有些來自於全球的生產鏈 有些來自於你在國際上面 Source去購買那些比較便宜的 直接產品或是中間產品 那這個企業獲利 現在非常明顯的可以看到 你繼續去對中國做各種的 懲罰性的關稅 對美國的企業獲利開始有直接影響 所以這第二件事情發生了 所以消費物價企業獲利 再來最後就是金融 華爾街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經濟你就算不好 大家投資賺了一點錢 口袋裡面還是安全的 那很多的企業呢 在完全沒有獲利的情況之下 還可以獲得華爾街非常大的支撐 這是美國華爾街的一個特性 金融信心了 但是華爾街現在發生了一些重大的連結 就是在川普的初期 經濟跟金融他有效的讓他脫鉤 經濟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華爾街還是很有信心的一直往前走 打到最近殖利率開始倒掛的時候 華爾街開始回過頭來討論經濟問題了 當華爾街這個金融跟實體經濟 重新回來掛鉤的時候 就會比較容易看出來 美國在這一波其實這個欺商權 看起來傷的是對手 實際上傷的是自己 因為美國是全球的金融中心 所以消費物價 企業獲利 跟華爾街的金融中心 通通受到影響 不見得只有中國受到傷害 傷幾7分的 就搞不好是美國自己 事實上我們看這最近一年的數據 美國企業事實上回購自己的 股票的比例非常高 那這個就是雷憲剛剛在講的 說你的訂單可能不見了 那我要找不到下一代的 Killer Application 對 而且川普叫他們去找別的市場 對 也找不到別的市場 沒那麼容易啦 那中國事實上 他不是只對美國嘛 他同時降低歐洲的關稅 降低日本韓國的關稅 所以可能那個供需關係就開始轉變 其實剛才你提到的三個層面 消費 企業獲率跟金融層面 三個層面來講 所以這禮拜本來傳出 白宮可能有考慮要對於之前的關稅要做取消 其實是實質影響到第二層面的企業的獲利 來自於企業界的壓力 對於川普來講是非常嚴重的 好 所以我們就看看 政治人物到底哪時候講的是真心話 大家要去解讀一下 因為Pompeo預估 明年大選之前 可以解決貿易戰的問題 他講這話的時候呢 是大陸宣布要對美開征750億美金 關稅之前講的話 所以他講這番話 說預測貿易戰應該明年大選之前就會解決 其實壓根說穿了 這一次所有的關稅戰呢 除了川普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把中國當作假想敵之外 其實還是為美國川普他自己的選舉鋪路 還是他心裡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嗎 委員 不可能拖那麼久了 我看CNN最近剛公佈一個滿意度 不滿意川普的就有63% 那你怎麼可能允許他經過聖誕節到明年2月 然後你說最後才要來搞協議 事實上我現在聽到了啦 就是說11之前中國示弱的空間不大 可是大家都希望 這個展望11月的APEC 11月 不 11月APEC因為他們兩個人要見面嘛 那是不是說10月1號之後 然後大家再好好談一談 那想辦法弄出一個局部的協議 我現在聽到最樂觀的講法都是這樣 最樂觀 最樂觀 那如果說11月APEC還搞不出來 那我認為美國恐怕要轉向搞政治了 比如說他可能會打台灣牌之類的 這就是我最擔心的 就是說他因為 報議照我已經拿不出成果了嘛 那我為了要鞏固我的支持度啊 我就開始打地緣政治牌了 這個聽起來是蠻令人擔憂的 因為11月如果沒有搞定的話 就像委員所講 那就開始用政治的手段了 11月到明年1月 是台灣大選的期間 可以操作的議題跟空間跟聯想實在太大了 我再給大家看一個是政治操作的層面 給大家看的是川普有一段喊話 他說不會把香港當作是貿易戰的談判籌碼 他講這段話的時候 也是大陸在宣布對美加徵關稅之前講的話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教授 那現在這個話會不會轉變 如果要利用香港的話 他會怎麼樣利用 你剛剛講說他可能利用不管是台灣或香港 這是你擔憂的部分嗎 我擔憂的部分是說 我們從關稅貿易 然後到科技的一些規格 然後講到貨幣戰 其實要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另外一個反面 就是要在可預見的未來 或者2035年以前 確定中國不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一哥嘛 那他的手段在這些手段窮盡以後 當然還有其他的 那其他的話就會跟台灣比較有更大的關係 貿易戰會影響台灣 for sure 但是如果美國開始有更多的人去思考 在經貿科技上面沒有辦法壓住 中國大陸的話 那可能局部的軍事衝突 在中國大陸還沒有 足以對抗美國的軍事能力之前 在區域上面製造一點衝突 這個我兵器推演都已經做過了 在朝鮮半島南海跟台海之間 最容易點火的就是台海 除了海峽兩岸本來就有很多宿願以外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我們選舉 剛好碰到我們選舉 那我們明年 不要講1月11號 1月11號的結果 到明年下一任總統就任 我們還有四個月的transition 到520之前 那個transition的時候 如果有任何風吹草動 或是郊遊點火 那個就是我們台灣會受到 很大很大衝擊的地方 你認為剛才委員講的一個觀察時間點 在雙方APEC11月份見面 契機沒有任何化解的情況之下 接下來12月明年1月 甚至到520就職之前 都是台灣非常critical的時間嗎 我還是希望 這個在貿易上面能夠有一個協議 因為畢竟談了很多了 那個可以談成的部分也蠻多的 90%以上大家都已經大致上可以妥協 談判最關鍵就是剩下那 就是那10% 那10%已經拖了超過半年了 我剛剛的問題就是11月份 如果沒解決的話 我同意委員的說法 就是10月1號 他們建國70年大閱兵以前 習近平怎麼可能軟呢 這就是我剛剛舉這個NO的牌子的原因 9月不用談 就是9月就算見面 美國美方知道北京不可能讓步的 這情況下你要不要去演個戲 還是說就算了 根本不要談了 那可是10月1號以後 到後年的7月1號建黨100 中間是有一個指標不太明確的 叫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有貧窮線指標 有那個GDP指標 per capita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那段時間就比較長 所以11過了以後 我覺得香港跟台灣也要稍微謹慎一點 因為他大事辦完了 煙火放完了 剩下他有足夠的時間 去看台灣的選舉 看美國的選舉 那那個時候他的手段 中國大陸承載力就會更彈性 所以也有人在講說林鄭月娥的時間 會不會有就在那個附近之後 好 看一下香港這個禮拜 其實在反送中的示威遊行方面呢 跟之前大家在媒體上面所看到的 比較激進的一些做法不太一樣 在8月18號 維園流水市的集會 當時是和平落幕的 緊接著823香港之路的手牽手 大串聯 搭起了這個 這麼多人參與 這個綿延了非常長的一段距離 運動 我想請大家為何 你來怎麼解讀這個運動 是不是有目前稍微 比較從之前的比較硬一點 轉的比較稍微更 更加平和一些呢 就合理非啦 合平理性非暴力 我覺得這個是要維持能量 就是說維多利亞公園之後 然後再用一個手牽手 波羅的海模式嘛 對 然後維持那個能量 可是這個對於問題的解決 並沒有實質的幫助 所以我覺得還是卡著 目前還是卡著 所以這個運動是維持能量 但問題沒有任何的解決 因為他的唯一能夠展現點是 11月24的區議會選舉嘛 那距離現在還很久欸 那我覺得香港人也很清楚 就是11月1號之前 不可能得到很大的讓步了 現在看有沒有一個讓步是來自於 整個國際一個輿論的一個走向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次香港之路 他使用的方式就是要換起 30年前波羅的海之路 當時 200萬人參與波羅的海三小國 他們為了爭取自由 然後脫離蘇聯的時候 做了一個這樣的大串聯 他們用這樣的一個比喻 這個我們要補充一下當年的實際狀況 當年事實上 因為我有研究這個case 當年立陶宛事實上 蘇聯是直接切斷天然氣 然後立陶宛騎腳踏車騎了三個月 那是真的有經過這個過程 那個戈爾巴喬夫後來決定不出兵 結果就允許公投 結果投出來就是 百分之將近99都是同意 那是獨立 所以基本上是 就是大國同意啦 簡單講啦 或者說大國決定到此為止啦 簡單講啦 那事實上他也經過一番的折騰 所以香港面對的處境是不一樣的 我認為香港是不一樣的 但是他們要用這個手法 是希望能夠跟 國際之間大家印象當中 曾經發生過的國際事件 做一個連結 能夠換取更多正面積極的回應嘛 對於這一點的話 憲田你怎麼看 國際的輿論會對於北京的決策 造成任何的一個影響嗎 我們先講說 像這次所做的事情 跟台灣真的是很有經驗 因為民進黨在台灣做過 二二八千守護台灣 護台灣 然後在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呢 也跟戰衆當時非常的接近 所以說我覺得這兩邊 在運動的形勢上面 它有很多很多很接近的地方 但是的確這一次是第一次去中間化 然後去核心的一個社會運動 它的問題就會是在最後的時候 它會拖得非常的長 它會有一個long tail 它最後一個要讓它慢慢慢慢消失的 這個動能呢 是沒有一個特定的一個事件可以很容易做到的 但我們回頭來看 現在香港已經遭受到什麼 它幾個主要的行業 譬如說貿易 物流和旅遊 都已經受到了重大影響 那麼貿易物流大概是70多萬的就業人口 旅遊有20多萬的就業人口 這樣講起來100萬的就業人口在香港 直接受到影響以外 香港整個的市面 就是它作為一個自由港 然後同時是一個金融中心 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到底會不會一直是合理非 不是只看它的行動的這個形勢 而是看它的實質 這實質就看兩個 第一個最近那個何欣山到聯合國的時候 就很多人就問他 你們到底這個是一個革命呢 還是一個改革 就是你的訴求到底是不是一個 要推翻現狀的革命 還是一個改革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需要一個比較好的回答 才會有一個國際的輿論最後的結果 那第二點就是他們所發動的 雖然看起來是合理非 但如果像他們這一波本來要發動去 提零港幣或是提零美元 直接傷害到香港的金融命脈 那這個金融命脈傷害到 還是香港作為一個區域金融中心的所有未來 因為當你一旦不穩定的時候 包括你的法律 會計這些所有的生意 全部受到影響 而且是香港最高端的受到影響的時候 那會不會是像林鄭月娥說的 你把香港砸了 所以你的手段跟你的目的中間 還是要有一個合理性 現在看起來是合理的和平手段 但如果一旦動到了金融 我覺得大家的想法 可能會有另外一邊的聲音 就會變得比較大一些 而且動到金融的時候 就是動到了命脈的 雖然你的手段看起來合理 你事實上是砸掉了香港的未來 這件事情就非同小可 到時候的聲音就變 所以提領事實上並沒有成功 只有281萬港元 那表示大部分人不想應 而且大部分人知道說不能做 不能這樣做 做了就完蛋了 那個台灣那個228手牽手 那是民進黨弄的啦 對就是貴盪手的 那太陽花是我們跟王金平一起收尾啦 這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就是說那個決策指揮中心是存在的 對 所以要上後會很快上後 會很快上後 那我覺得雷建剛講到那個經濟的後果 已經慢慢在呈現 那我就擔心可能會有一種思維啦 我說港府或者北京啊 他說我就拖到最後看港人的輿論會不會站在你這邊 因為你就是明顯光光各種商業指標都會想像 你會覺得趨勢往這方面走 而且可能成長率是負的啊 今天有可能變成負的啊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我時間拉長 搞不好你的負評越來越多 可能有一種力量會這樣思維啦 但因為沒有核心所以就特別難收 對沒有辦法收 所以我剛才也提到嘛 就是那一拖久之後可能會有社會上另外一方面的聲音就慢慢會浮現 我們當中這個禮拜還有一個敏感事件請教一下黃教授 駐港的英國領事館的一個人員鄭文燦 對不起 鄭文杰 鄭文杰 他被拘留了15天 然後現在在周末人已經出來了 那香港就講說哇那是他會回到香港的到入境的地方 就直接送中 另外就是身份敏感人士在香港現在看起來真的是有被監控嗎 嗯 我覺得當然是有的 你一國兩制香港回歸22年 香港中聯辦是吃飯的 對於香港的了解 掌握 其實我覺得香港最近的這一些事情來講的話 事實上代表不是不完全是一國兩制 什麼在港試驗失敗 事實上他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就是 中國大陸對香港的控制與非控制的油門跟煞車之間 他自己也有一些掙扎 為什麼 因為大陸確實有很多人想要取得香港的身份 或者是讓自己的子女能夠藉由香港而去 獲得不管是學習上或者是經濟上的利益 那另外一方面他又想要更嚴格的去控制香港 尤其是在習近平主政以後 我覺得這就是兩個 一個油門一個煞車中間的一個很難拿捏的地方 你收得太緊的話 就會有一些本來可以獲利的機緣上失了 可是你放的話就會產生一些 你失去完全掌控這個社會的目標 我覺得逮捕這個人做一些所謂行政拘留 他是最經過計算的傷害最小的一個部分 第一個他不是正式管員 第二個他是華裔 就是他已經是 他是香港人 對 所以他就是內部的事情 選擇一個最傷害最小的一個 而且之前也傳出就是美國美方人員也有跟 港獨人士做接觸 這方面就沒有動作 是北京方面覺得 你剛剛講到這個人的敏感度又是英國的 所以可以 作為一個訊號傳遞 但是上海的隧道 超山政府啦 對他傳達一個訊息 不敲英國不敲美國 對 那麼事實上 你說在美國在北京的大使館裡面的人 有沒有見一些北京不想讓他見的人 也有啊 AIT在台灣也有見那個非民進黨的人 對 市場 所以就是這個 這個你很難去 因為一次的會面 因為有照片 你就開始做非常嚴重的指控 又缺乏證據的情況之下 不過這件事真的對北京有傷 因為你如果是國安拘留 你不通知家屬這個可以理解 可是他後來是行政局的 他說是嫖妓 嫖妓是刑事就是按照那個治安法第66條嘛 那個是要通知家屬的 這個地方就是可討論 可是他並沒有通知 我在80年代在美國當然是已經是保釣之後啊 但是在美國呢也長期長期就有這個 所謂的左右的華人學生的相對視的情況 那包括我在紐約的情況呢 那時候我們在所有的國慶啊 雙邊的國慶互相叫囂 兩邊遊行 警察中間執法用這個騎警來控制群眾 我們通通都經過過 但那些東西畢竟在其他的國家 都還算是一個比較小規模的 而且是屬於一定範圍之內 被認為是特定族群中間的內部衝突 甚至在六四之後 我們在聯合國前面的那些抗議呢 也都是被這樣的處理 就是很多對於人道關懷的 支援的那些包括美國的媒體 他們也都會在很大程度之下 克制他把衝突升高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不一定會造成反華 但是這件事情是真實的 就是人民與人民之間開始有了對立 那其實對於台灣跟香港 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就是說我們的下一代 跟中國大陸的下一代留學生 不但是在網上開始直接的遭遇 現在在人與人之間中開始衝突 那這跟我們長期希望去維持和平 慢慢逐漸走向一個 比較和平穩定的區域來講 絕對是負面的影響 對 我提出來的這個問題 不只是一個反華的情緒就叫之外 我還想請問因為傳出澳洲 對於接下來要去澳洲念書的 留學生的簽證會影響 或者是大陸的商人的簽證 都要從嚴審核 這影響方面就相對大了 對 相對大 而且說這個當然也是 澳洲政府也可能就是借題發揮 就是他本來就是在美日的大戰略中間 大家都記得日本的亞洲菱形裡面 就是日本 澳洲 印度 美國 所以說他在這個過程中間 有沒有見縫插針 借題發揮的機會 當然還是可能 好 我們稍微先聽聽聽吧 我們回來 這一段的後續我們來聊的是台美的軍售案 因為對於美國要賣66架F-16V給台灣 川普說基本上剩下行政的一些程序 他有一段話特別有點語帶選舉 我想請教一下黃教授 他講到說我們知道他們會負責任的使用這些F-16 什麼叫做台灣會負責任的使用 通常美國在國防安全上面 講到負責任的 應該是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在使用的時候 不... 要遵守防禦性質跟... 對 跟... 防禦性質 可是F-16V本身 他的武器就已經是帶有 其實有攻擊性質的 有啊 那個M1A2也可以殺人 是啊 問題是他炮打不到北京啊 他打不到打不過台灣海峽 F-16V可以飛的 他是機動的 所以我覺得負責任第一個簡單的講 就是他必須要恪守完全防禦 Defense 不挑釁 不會拿來對中國大陸的目標 或者是中國大陸內地的目標進行攻擊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負責就比較 屬於灰色地帶 就是因為新的技術含量比較高 所以台灣要很負責任的 有更嚴格的 不能洩密 資訊安全管制 人員的安全查核 美國你手密手的越好 我給你的技術就越先進 因為 不完全是那個飛機本身 而是他可以攜帶的夾艙 有很多東西 是遠高於過去 也就是說我們對於中國大陸 在戰術上面 會有某一種技術上面的可能 我直接講白一點 就是有部分夾艙配合他新的雷達 可以看到殲20隱形飛機的機率 遠比現在高 我不是說一定看得到 那這些技術如果因為台灣不勝 或者是其他我們不想看到的事情發生 就被中國大陸獲得不好 這些台美軍方交流都應該很清楚遊戲規則 但川普過為美國總統還需要公開的講這番話 因為他講那個也是另外一方面平息一下北京 就是因為我已經擋你巴掌 然後但是我跟他說 我該交代都有交代了 對 但我叫他不要惹你啦 今天教授來我特別想要問你我這個問題 因為你也一度是外傳本來可能的國防部的副部長 所以對於軍購案的內容你應該非常清楚 我想特別想要跟你請教 你算一下66架F16V 80億美金 算下來平均一架F16 1億美金 這價錢快要等於F35了 還有之前我們買那個地表最強的MYA2的戰車 我去查去年美國賣給科威特一輛是800萬美金 我們自己估本來說貴一點是900萬美金 但現在賣給我們一輛要2000萬美金 這到底錢是怎麼會到了台灣就要貴那麼多 這個我想做一個通案的解釋 因為我們 把這個軍售的金額有的時候 去把它除以 我們看到物件 入件的數量然後得到一個數字然後發覺比別國的貴 然後從而我們就自然的去有自然的去想到說那所有 在上下其手的有沒有拿回扣 有沒有貪污 因為最多網友的問題就是那請問這個金額那麼高回扣有多少 好 軍售案 沒有回扣的 軍售案唯一合法的回扣 是美國的行政作業費 什麼叫軍售就是我們跟美國政府買美國替我們去選商 然後說這個比較好 然後同意了以後就那個賣給我們 所以 真正的交易行為是美國政府 這個不是商售 是軍售 對 這個是軍售 軍售是我們跟美國政府買不是跟廠商買 這個中間第一個有加上美國政府他認為應該有的服務費 另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答覆觀眾朋友關切的 是軍售中間他不是只買一個空的坦克或是一架空的飛機 包括我所有的飛行員 將來的訓練 我要有多少批次 多少年 我的武器裝備彈藥在未來多少年有多少時間要進來 我剛剛提的問題就是 全部都包含在裡面 那其他的國家跟美國軍售的過程當中 就沒有其他人員訓練 有的沒有 有的沒有 我來補充 因為台灣的情況非常特殊 我們籌獲武器很難 就包括這一批已經試了十幾年 所以一旦是可以談成的時候 就會包三包海把後面需要的全校期的武器 裝備補給 跟他包括技術移轉 都希望能夠把他包在裡面 好比說你的電載系統 好比說你在這一次的過程中間 如果你還希望有後續的其他的武器 他們都會希望在一個合約裡面 能夠有一定程度的確認 那其他的國家沒有台灣的 這麼困難的狀況 他可以用開口合約也好 或是他後續的合約也好 他可以處理 那在我們台灣購買武器的時候 沒有問題的都是直接跟他國政府的軍售案 當年跟法國的拉法業 也是政府對政府 他只是用一個民間的公司 可是我們跟其他的公司 如果只有買載台 你後面的零附件都很可能要用商購的方式的時候 那些就是一般的 百姓會覺得說有沒有回扣 用金 有沒有人在中間上下騎手 但如果政府對政府呢 台灣有沒有可能買貴 還是有可能 因為是一個賣方市場 你籌獲了一個武器回來 你需要有End User Certificate 你需要有最終使用者的執照 那你的每一個武器 包括你的載台 都需要賣給你的那一方 出具End User Certificate 所以是賣方市場的情況之下 就是他向你要多少錢 你就是要在他的規格底下 去答應或者是不答應 並不是說你可以去 美國 德國 法國 以色列中間去挑選 更何況 F16本來就是我們現在的常備機種 所以他們希望有一個 F16的升級版 對於現在的良率也是有很大幫助的 好 所以兩位來賓稍微解釋以後 台灣朋友應該稍微聽清楚的 就不是一個總包的軍售的數字 直接除以我們購買的 不管是飛機或是坦克也好 直接就除以後 就等於他的一個單價 我買一台Camry 對別國來講 我輪胎壞了 我再去買一個輪胎 我們可能先買20個輪胎 擺在那邊 這個就是我總價高起來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下一次我不一定拿得到 立法院同意的預算 我下一次美國的政府 對我們不友善的時候 或者是美中關係比較好的時候他不賣 那個問題是我輪胎沒有了 所以我們就會備料備比較多 所以這個簡單的邏輯 我還要打一個岔就是 剛剛那個 委員講到的那個就是 GE啊 就是我們 F16V的引擎 目前是有兩個在選 一個是GE 另外一個是 那個 Pratt Whitney 就是 普惠 普惠是我們現在的 F16在用的引擎 那美國這次 F16V的購案 同意的是說兩個引擎我們可以選 美國人沒有幫我們選 我們要選 所以如果北京真的制裁GE的話 我們還有一點點避險的可能 OK好 我再補充一下 對啦 實際上市面上會去比價是比80 因為F16V是同時出現80這個案跟台灣這個案 那你去比價 我們是70啊 70 Block 你是不是說block F16V 他講的是 80國家 喔 中東那個 80國家 對 那委員我要跟你進一步就交 當初買戰車 M1 A2是編列14億 結果後來那統報競爭是20億 加上這次的飛機是80億 100億 美金耶 對 有錢嗎 這個不是一年的預算啦 對 其實也有人在質疑這一點啦 所以F16V聽說交機最快是2025 是不是 最快 最快 那2025搞不好人家殲20就組隊了 那殲20搞不好是隱形戰機啦 那你那個時候空優 或者是說你F16V對隱形戰機有戰力嗎 因為你大概就是4.5左右嘛 因為加了一些五代的技術 可是中國目前 殲20就已經將近20架了 那他未來一定會陸續成隊嘛 所以你真的倒退回來算 坦白我們這個是買得太晚了 我們已經 是晚啊 對可是我們又買不到35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困境 因為你真的交機的時候是2025最早 那個時候我剛剛殲20架多少 我剛剛前回家委員就是因為在立法院常看預算 對 我們基本上其實預算每年編列的時候對於國防預算 其實現在每年越變越少 接下來你覺得這個 這個我們國庫能夠支付嗎 我這個是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 我們是要通過特別條例再編特別預算 那這個不會是一年內之晚 不是的 美國也算準了啦 對啦 因為美國也如果他們讀台灣政治很清楚的話 因為下一屆國會的話 就比較難處理 他會希望在這一屆國會就先編了 希望這一屆國會把它處理掉 就特別預算要把它編好 沒有錯 就在這個軍購案基本上已經拍板定案之後 兩件事情顯示台美之間關係非常友好 但這兩個事情我也請教一下 黃教授來幫我們直接讀一下訊號 包括了第一個 馬上就出現了美國再來協會的處長登上了 台灣的軍艦 然後說我們現在各種交流啊 要共同維護台灣的自由安全等等 第一個 AIT的處長上台灣的軍艦 在過去我印象當中好像 幾乎 你有看過嗎 我好像在媒體上面比較看到這樣的畫面 第二個就是 批准軍送案之後呢 美軍兩棲登陸艦通過台海 過去我們看的都是巡洋艦之類的 這次是登陸 兩棲登陸艦 有什麼訊號不同嗎 你的解讀 你要比較刺激的答案 還是專業的答案 不如都傾聽 比較不刺激的答案 美國為了要慶祝或紀念 台灣關係法40周年 所以在今年年初就把每一個月 有一個主題月 包括有的婦女的 有的科技的 那8月份剛好是國防安全 所以 AIT的處長麗英傑他到高雄 不只是看 軍艦看陸戰隊的假車 他還去看了那個高雄港 就是我們那個大港計劃 裡面如何檢驗這個進來的貨櫃 這個是他 既定 既定的 就剛好8月份 軍送案就拍板 就8月 對 那 AIT在公佈今年一連串的 這個活動的主題的時候 並沒有算到F16V什麼時候 所以在年初你會看到每個月他們的主題 對 他自己貼在 他自己貼在臉書上 這只能相信是小的 所以觀眾朋友如果有興趣線上 AIT台北的臉書 你還可以看到9月10月他要幹嘛 OK 第二個 就是麗英傑其實早在 就是前幾個月的另外一個主題的時候 就跟外交部長吳釗燮在中華民國外交部裡面開記者會 這也是史無前例 對 所以那個跟這個你同擺在一起來看的話 你會說 就是台美關係比以前好 答案就是如此 就是旅行台灣旅行法 比較刺激的是什麼 你剛才講另外一個更刺激的答案 比較刺激的就是哇算好了 那個船在那邊等 然後颱風要等 等那個F16V F16V宣布完了以後颱風才可以進來 而且是兩個颱風中間 然後船喔在南海被變 然後等到一宣布的時候船就開過來 這就比較刺激 但是這種都不是我們節目的style 對 這個因為有人說這一次兩階登 登陸建剛好經過台海也是要 避颱風有這樣的說法 那個今年我們到現在8月 美國軍艦在 月底每個月的月底通過 已經7次了 定時過來 已經7次了 所以這也 不用再刻意 多諾泰國相關的一個解讀 回來我們來繼續聊的就是 美國在退出了 中程導彈條約之後呢 展開了試射 對於包括了北韓跟俄國的態度回應 我們回來繼續聊 來關心一下 冷戰之後 是否有新一波的軍備競賽已經開始了呢 其實在月初的時候 美國就已經正式退出了 之前在跟蘇俄的時候簽訂的 中程導彈條約 那最近一個新的發展就是8月20號的時候 美國已經成功 試射了一個地基的中程飛彈 而且 精準目標 命中 地點是在 巴西的外海 我先請到三位來賓 因為普丁也放話 說如果方面 美國方面呢 產生了這個 中程導彈的一個量產的話 那 俄國方面一定會展開 全方位 相關的一個研究 同比例的 所以先請到三位來賓 你覺得 在冷戰之後 新一波的軍備競賽 在整個東亞地區 已經開始 悄悄成型了嗎 Yes no 三位多說yes 那我們現在身處台灣 其實就像剛剛教授講的 風險的確蠻高 那我進不來請教 先請教一下 黃教授 美國在 巴西 外海射飛彈 用意為什麼 其實美國是在 巴西外海是演習 他那個 第一 就是在退出中島條約以後 生效以後 第一個試射是在 加州的外海 陸基的 巡弋飛彈 大概500公里距離 美國 想要做什麼 因為美國等很久了 美國已經 因為條約的束縛 所以他眼看的 俄羅斯有 非常高的 機率的 破壞 在 違反 條約 而生產 這個中層 飛彈 而北京在完全不受這個 約束的情況下 早期的美蘇 中島 條約的 壓抑之下 一直在生產 所以美國等很久了 事實上他要馬上恢復能量 可能 大概也要半年一年 才會有一些 量 才會出來 但是已經算很快了 也就是說美國他具備這個能力 只是他一直隱忍 第二個就是 美國試射 傳達一個訊息 就是 我們回來了 所以你們有做中層 彈道或者巡弋飛彈的國家 注意了 注意了 所以為什麼蓬佩奧 說我不是在跟別人競賽 因為你們已經跑很前面 我想他的意思是說我在追趕 那你說 是不是我們剛剛為什麼舉牌說 因為他部署 的位置就會增加了 那飛彈不可能全部擺在美國 因為 距離的關係 他就是 intermediate range 就是中層 所以亞洲國家才會有這種壓力 就是說到底美國要放在哪裡 好 那部署的地方 其實我們上禮拜大家看過一次 部署的地點 之前一段時間 美國的國防部長跑了 韓國日本 也跑了澳洲 那看起來 人家說 最有可能就是在 日本 日本 因為日本基本上有美國50個 50多個基地 在日本是最快的 那雷仙倩你怎麼看呢 如果是真的在日本的話 包括了北韓 包括了俄國 包括了北京 對日本敞開反制的話 日本吃得笑嗎 大家都認為 日本尤其又因為有美與日安保 很可能被迫 就是一定要同意的 但是我認為這件事情 也不見得那麼順理成章 因為人民還是會有話說 包括 之前在琉球的美軍基地要挪移 就是政府同意 人民反抗 所以目前你可以看到 美日安保之下 包括Export 雷達啦 什麼都是往 日本往南去推進 所以我要回應一下 我們的局勢 就是說日本的最佳戰略利益是把他盡量往 琉球或是先列諸島 就是往南去步 那就會靠近台灣 所以對於台灣來講 就算日本答應 也不見得完全跟台灣沒事 在台灣附近 還是對我們非常危險 我想回頭來說 846枚 一共修毀了2692枚 那現在大家快快地再建立起這2000多枚 重新佈局 那第一個佈的戰區 就是會是我們這個西太平洋 台灣所在的這個戰區的話 那對於世界的安全 當然是一個極大的衝擊跟危險 更何況 明年到期的New Star怎麼辦 奧巴馬時候簽的 新削解戰略武器條約 是10年為期 明年到期 連中島都被廢了 那New Star這個新開始的 新削解武器條約 自然也很可能面臨終止的命運 當它一旦終止 全球的核武器的軍備競賽 就再沒有任何的束縛 我們當然可能進入一個 相互毀滅 互相保證的一個可怕的局勢 其實在中島當時 那個時空背景之下 能夠達成 也包括很多 歐洲的國家 因為都不希望你把機力 放在我們國家 雖然感覺上是保護我 但機力在我這邊 就可能被當成是攻擊的 這時候還有放歐洲的 反潘星部署運動 是啊 所以你看整個在東亞地區 現在美國積極的部署 在亞東地區這一塊 當中台灣因為 關鍵位置的關係 所以就像剛才 今天你講的很難 就是完全完全支撐事外 台灣有沒有可能在台美 這麼好空間友好的關係的情況之下 部署飛彈 不可能 因為 沒有啦 我們中科院說要恢復 中程飛彈的研究計畫 就已經軒然大波了 怎麼可能讓它來部署 這部署太嚴重了 一定是有邦交 有美軍基地地方為優先 那適當關島距離台灣 地區距離大陸大概是3000公里 3000公里 所以很夠用啦 就是說它如果找不到地方就在關島 因為中程飛彈是500到5500 所以其實也夠用啦 除非它要射很 很遠的地方 不過真的大家擔心的是說它加上核彈頭 因為如果只是一個 飛彈有什麼用 你打擊一個基地 你能夠毀滅多少的敵軍啊 所以重點是它是不是 也有做核彈頭的中程導彈 那這樣當然那個恐怖平衡就會更明顯 恐怖平衡在冷戰時期是 美俄之間嘛 兩個非常 就是G2 兩個強權國家 也有人稱讚 那個時期啦 所以那個都是代理冷戰爭嘛 那本身都沒打起來 那就是因為核平衡啊 也有這種理論 一旦加了核彈頭的話 它指揮鏈就不一樣 而且這一次因為 北京方面的軍備實力 跟當年 光只有美俄兩強是竟然不同的 在北京加入戰局之後整個 軍備競賽 你覺得會有什麼跟 過往不一樣的觀察點 我上次也在這個節目講過啦 就是美國是因為 它中國發展出可以 打航母的中程飛彈嘛 那它覺得這個平衡已經被破壞了 東風21 對21D啦 21D 最近聽說又有東風17啦 之類的 反正就是說美國就認為 要防治這個 除了中島之外 沒有更好的 更好的武器庫可以用 如果說美國航母 進入第一島鏈 都有風險 那怎麼玩啊 美國怎麼玩第一島鏈 所以 他才想到這個問題嘛 所以澳洲有個智庫 做了一個報告跟警告 說美國在印太的優勢 是不在 認為解放軍可以在數小時之內 癱瘓 西太平洋地區的美軍 老師你認為這澳洲的評估報告 置物 的準確度高不高 你去沃克娜娃你去看啊 那個 沃克娜娃的地形跟台灣不一樣 沃克娜娃幾乎沒有防空 平的 全部平的 所以他幾乎沒有防空 我們還可以挖個洞啊 或是有 有閃避的地方 所以美軍 老實講我們就以沃克娜娃來講好了 他是完全暴露在中共導彈直接威脅之下 其實中國大陸現在握有的中短層 的戰術 導彈 可以打到所有第一島鏈 的美軍的設施 都打得到 那你 所以站在美國的立場會認為就是說我退出中島條約以後 我為了保護我自己的美軍我部署在亞洲 他認為他是justify 他認為 這是合理 因為老實講真的 真的其實 那個琉球 租島啊 那個計劃 沒有辦法防禦 沒有 等於沒有防空 你除非用那個 用我們類似愛國者 攔截 去攔截 不然的話就 就沒有天然地形可用 那麼你說可不可以摧毀 如果是極度的 那個使用 大量使用 密集使用導彈 那當然會對美軍的基地受到很大的傷害 澳洲其實的角色 其實蠻值得玩味的 因為他始終在 美中當中 不管是在經濟上 或軍事上 或政治上面 都要 面臨被迫 有點選 選邊 選邊站的一個感覺在當中 所以他講說美國在印太的優勢不在 那麼也連接著 很多 周邊的國家 他們有時候也被迫在 美中之間做一個選邊嗎 他這個報告中間比較重要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在講 中國在南海的擴張 那麼使得周邊的所有的港口 以及軍事設施 都暴露在一個新一輪的威脅上 然後第二個他在講的呢 就是 整個的印太 其實印太是一個非常綿長的戰線 從印度洋一直到太平洋 所以這這麼綿長的戰線 你要用什麼方式去防禦它 所以澳洲的美國研究中心 他們幾個人所說的就是 一旦發生問題 美國一定是要立刻回防第一島鏈 這是我作為生活在台灣的一個人 非常關注的一個核心信息 就是說 美國回防第一島鏈的時候 他會把台灣放在一個什麼位置 然後他會用 其他的什麼 Leverage 現在 菲律賓 韓國 日本 通通都不同意 放中島的情況之下 台灣變成一個什麼位置 那除了剛才兩位老師講的 琉球無險可守以外呢 但是他們現在在佈的呢 除了 一般的 中島以外 還要佈的是 飛彈防禦系統嘛 所以就是 大家 急著去買 俄國的S400啊 或是 想要有愛國者 或者是美國 甚至要放薩德 都是在 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 遠世不忘 近世之失 大家要記得 原來的古巴 是一個什麼命運 當時的古巴 就是俄國要佈軍在美國 後院的一個命運 那到今天的古巴是 古巴是如何的殘破 他們的人民遭受到 多大的創傷 那台灣如果變成了 亞洲的古巴 那台灣會進入一個 什麼樣的命運 這是非常可怕 所以我們一定要跟民進黨說 這種事情 連討論都不能討論 談也不能談 想也不能想 但是那個情境如果生得到的話 被迫我們有任何的選擇權嗎 當然有選擇權 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我相信民眾對於 把美國 為什麼 委員會說不可能 美國不會把他的 導彈放在台灣 讓台灣 讓我們國軍操作吧 一定是美軍來操作啊 美軍來操作是不是美國恢復對台駐軍 那美中關係信任的基礎就沒有了 你除非跟中國大陸全面翻臉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其實我們講 導彈講了那麼久 導彈怎麼飛啊 要有導引 其實我們新竹已經很久了 所以不論放哪裡 只要是從西太平洋 往中國大陸打的導彈 台灣 台灣 都有嫌疑 不是說嫌疑啦 就是一定 都有可能有事 有用到在台灣 收集到的 沒有你那個雷達戰都有可能是被摧毀的問題 所以 簡單講 所以他要防美國的導彈打中國大陸 他可能先把新竹給滅了 對 即便我完全沒有表態 完全沒做事 但是為了要摧毀 導彈 牽引的軌跡的那個相關的 能力 牽引 他把你眼睛打瞎了 對 所以我還是要回頭來講 我們剛才都同意的一個 手段瘋狂的Trump 他在跟中國的大戰略中間 美國跟中國的大戰略 中國的地位已經改變 這大概就不用再爭執 那在大戰略中間 軍事外交是一個套路 經濟 金融是另外一個套路 他在四個套路中間 在四個戰場中間 在自動的 自然的 非常fluid 非常流動的 在做不同的選擇 所以如果他在某一個層次 覺得跟中國大陸的 其他的戰場 沒有辦法獲得他的戰略 目標的時候 就可以有更危險的動作 這是一個狂人 非常可能的事 而且牽扯他自己的選舉 到底行情如何 我們回來繼續聊 其他的話題 包括了美國的盟友 是否也都 不再對川普買單了呢 回來看在中東的趨勢 英國也不聽美國的話 馬上回來 美國的威信 在川普這個 路數很 磅亂的情況之下 是否他的 國家的威信 開始直直落 我們看中東的問題 美國建立的盟友英國 那他現在駁回了美國的申請 美國希望能夠繼續 壓 之前被扣押的 伊朗郵輪 但英國說呢 因為歐盟並沒有把這個 革命衛隊列為 是恐怖組織 所以你美國要去 壓英國的 壓這個 伊朗的石油的船呢 其實不能夠由我 歐盟來做執行 後來就把這船給放了 所以委員你來看這個事情 這可以進階透露美國的影響力 在中東 有 出現 我覺得英國應該是考慮自己的後果 因為 你除非美國海軍以後 全部都幫我郵輪來 來護航 不然 伊朗如果要報復英國呢 對不對 這個我覺得是英國 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 自己的利益 對因為美國你不能夠給我保證嘛 那我就問另外一個問題是不是也是 考慮自己國家利益了 現在連 韓國 也看起來跟美國 有點不太同調 文在寅選擇啊 就是要 毀掉之前的日韓的情報協議 當然原因就是因為 這日韓之間出現了 本來的貿易現在延伸出來 兩國 繼續翻臉的狀況 美國要當調人 看起來也是不太夠力 教授你來看呢 美國也攔不住文在寅 文在寅 他為了 他的理想 或者是 成績 過去魯武炫的 一以貫之的就是南北 雙方能夠走上 和平的道路 嗯 那麼我覺得他付出了很多代價 我覺得他 在某種程度上他浪漫了一些啦 浪漫一些 比較浪漫一點 那麼 當然最務實的除了他的浪漫的想法 對於未來朝鮮半島將來的憧憬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他自己的民調跟目前 韓國的經濟情勢 真的都很不好 不再一步的連任 對 而且他不連任的 所以他2022年任期到 現在來講的話 他大概剛好一半 那麼 那麼我不認為是選舉操作 因為 因為他 第一個他不會 連任 第二個距離時間還遠 我反倒覺得是他的民調還有 韓國現在的經濟真的是 很不好 那麼 再加上民族情緒來講的話 那個 幾個事情 第一個 那個 當時簽 這個 情報協定的時候 事實上 不是他簽的嘛 那簽的總統又在監獄裡面 那當時又不是沒有反對 所以 所以他並沒有是完全失分或背叛盟友的解讀 在南韓本身來講 就是 他當地的 那個政治情緒 並不是我們外面來看 說美國有沒有辦法 如何 管理他的盟友的 那個角度 這個我補充一下黃教授 因為文在寅是從北韓來的嘛 他本來就非常反日啦 更不要 甚至還有一點反美 那普錦衛簽這個情報協議的時候 當時他就是反對的 當時他就是反對的 他就認為韓國要解決北韓的問題 為什麼要讓日本人知道 他就覺得我跟美國講就好了 我為什麼要跟他講 他就不願意讓日本介入 所以 我們剛剛 這集我們只要特別 Focus在美國的威信 是因為川普最近的一些舉動 好像讓美國的國威不存在 從英國的時間來看 這是為了英國自己的國家利益做考量 韓國這部分呢 文在寅包括自己國內的一個 不管是民族情緒或政經的局勢做了這樣的決定 也跟美國的國威沒有直接的關聯性 但是在韓國這件事情上特別請教一下 倩姐因為 就在這剛好推出情報協議的時候 隔天 北韓這個月發了七次 對 導彈 好 那當然這個所有的情資參數什麼軌跡不去share情況之下 那包括日本跟美國當然是比較急的 我想請教就是日韓關係到了冰點的情況之下 就地緣關係上 經濟跟軍事層面 哪個國家餘用得利 或哪個國家看好戲 其實如果發生了戰爭的恐怖威脅的話 大家都會被毀滅 所以沒有什麼人可以看好戲 不過中國在這個過程中間 會不會成為一個更有區域重要性的協調對手 這是有可能 我們回頭去想一下韓國 韓國在美國要把薩德布在韓國半島 朝鮮半島的時候 其實已經產生了一輪的軒然大破 最終兩韓的領袖決定他們要自己直接接觸 希望他們的命運能夠自行解決 而不是讓其他的國家這麼大力的建立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時間點 你8月看看他本來在發生什麼事 8月是美韓聯合軍軍演 所以金正恩他一直去發他的這些所有的 世報什麼都是因為美韓軍演對他來講是一個直接的威脅 同時8月15時二戰的轉戰 25日啊 隨時 震動了 谢谢观看